这个法式慈悲 请问本论的起性 有性根本 信佛 信法 信真 跟是不坏性 小称的是不坏性 佛法身界不同 这是大小称的不同 或者是本论的特色 这个是不坏性 从经论上说是小称的出国的圣人 他对佛法身跟戒 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心 就是说他是一个出国的圣人 他遇到的佛法身 他会用他的生命来供养 皈依三宝 那么他内心当中 这是讲他外眼 那么他的内心当中 他任意能够防徽 对恶法能够产生 排斥对此 但大致佛法的信心 佛法身是相投 但是他是依止真乳 他能够随顺提相用闪大 这两个当然是大小称的不同 就是当然外音力 我们讲修行有内音力 外言力 外言力佛法身 应该是没有什么多大差别 那么小称的音种 当然是戒 大致的音种是根本 这根本是真乳 这个小称的戒 他的内涵 是偏重在断恶 偏重在断恶 就是我的生命当中 不要生起恶法 但是对于无量无边的波罗蜜 对于身上度众生 他不是很主动 不是很主动的 但大致的真乳 他体相用闪大 当然体大是偏重在灭恶 这个相大是生善 用大是度众生 可以简单的这样说 所以他整个称性起修 他是有所破坏 有所建设 他所破坏的是恶 但是他所建立的是 自信的祭祖的善根 那么把善根表现出来 而升起生善度众生 所以他这个根本 他有生善跟度众生的地方 是不共小称 当然大臣佛法在修学的过程 这个断恶是共生为相学 这点是要共生为学 断恶这一部分 包括断除信戒 也包括断除这些遮戒 令众生生起信心 因为你有美好的威仪 令三宝九住 未生信心 令生信心 以生信心令更征兆 所以这个我们应该说是 我们可以这样讲 大臣佛法是根本教法 那么小臣佛法是 是从大臣的一个旁知 是佛陀的未实施权 但是有些地方呢 大臣要共生为学 是这样子的 断恶这一步要共生为学 好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回家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